一日不养百日病 百岁须得千日养 大家好 欢迎来到养生主 常吃红薯 不仅抗癌还能降血糖 红薯商贩的大喇叭 反复播放着这句话 吸引了不少顾客 顾客们一边挑选 商贩一边解释说 红薯营养价值高 日本科学家做过研究 红薯抗癌效果强 能消灭98%的癌细胞 听着商贩的解释 顾客们像捡了宝贝一样 不由此 自主的越买越多 这还不够 商贩继续吆喝 有高血糖的人 也建议多吃点红薯 红薯还能降血糖 听到这话 本来不喜欢吃红薯的王阿姨 也冲向摊位 询问老板是真是假 老板拍着胸脯说 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王阿姨虽然疑惑 但也决定买几斤回去试试 结果吃了好几天 血糖不降反生 还总觉得负账 王阿姨觉得被忽悠了 这红薯抗癌 降血糖究竟是真是假 癌症是医学界的难题 科学家也从未停止过 探索的脚步 蔬菜也是各国科学家的 研究对象 关于抗癌食物的话题 也深受人们关注 关于红薯抗癌的起源 还得从一项研究说起 一日本研究 红薯能消灭98%的癌细胞 靠谱吗 日本国家 立癌症预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对26万人的饮食习惯 进行了跟踪随访 结果发现蔬菜 确实有一定的防癌作用 研究人员通过分析 将不同的蔬菜和防癌效果 进行了排名 其中红薯排在了第一位 因此 红薯抗癌的说法 也就此传开 红薯的功效不断被夸大 它被评为抗癌之王 号称能杀死98%的癌细胞 其实红薯并没有如此神奇 红薯抗癌 是对该研究做过的分析解读 以鹅传鹅 夸大红薯的功效 它其实就是生活中 常见的一种普通食物 红薯的主要成分为淀粉 在日常可以作为主食 同时 红薯内含有蛋白质的氨基酸结构 相对合理 以及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进入人体后 可以促进身体 对于蛋白质的吸收率 大量的膳食纤维 则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可以预防便秘 包括红薯内的很多食物 其中都含有一些 对于癌症有积极作用的物质 但这些实验 都是基于细胞实验上的 不能直接推论至人体身上 且实验中用到的物质 多为精纯的提取物 和直接摄入食物之间 有很大的区别 因此 一靠吃红薯抗癌 并不靠谱 切勿轻信 二 红薯还能降血糖 是真的还是假的 除了抗癌 红薯降血糖的传言 也高居不下 该说法主要来源于 国际上的研究 研究人员在小薯实验上发现 近14到6周的红薯之后 小薯体内的胰岛素水平 分别下降了26% 60% 且摄入红薯 可以帮助很好的改善 餐后的血糖 对于血脂水平 也能一定程度上的降低 奥利蒂的一项临床研究也发现 罹患糖尿病患者 在摄入红薯萃取物后 体内的胰岛素敏感性 明显得到了改善 事实上 红薯是个高升糖指数的食物 红皮的红薯煮熟后 升糖指数为76.7 大于70 则为高升糖食物 冷却后的红薯 升糖指数则会下降到54 而研究中 提到的红薯和改善糖尿病 使用的是红薯内的植物化学体局 并非红薯本身 如若想要通过吃红薯来达到足量的话 往往需要摄入几十斤 甚至更多 这显然是不可能做到的 红薯吃多了 反而有害健康 传言中 红薯帮助降血糖的真相 其实是参照物的 济南中心医院主任 护士 牟利宁表示 如若对比的米精细米面 这一类高碳水化合物 那么作为粗粮的红薯 自然升糖指数会更慢一些 100克红薯的热量 仅有100克米饭的三分之一 适量吃红薯可以帮助患者 更好的控制餐后血糖 3 健康吃红薯有三点注意事项 吃红薯是大家经常做的事 但吃红薯时也有不少的事项需要注意 让我们一一来看 首先 日常吃红薯要注意控量 不能一次性摄入大量 大量摄入红薯容易导致体内胃酸大量产生 继而会引起腹胀 反酸以及胃痛等症状出现 其次 吃红薯最好要削皮 因为红薯的皮含有大量的碱性成分 摄入过量容易引起胃肠道不适出现 一些红薯皮长了黑斑 褐色斑点的情况 要及时丢弃不要再使用 最后建议以蒸煮炖等烹饪方式来制作红薯 不建议使用油炸或者是拔丝等方式制作 这些制作方法容易让红薯的生糖指数增加 导致本身的营养价值打折扣 在煮好红薯后 最好要放凉之后再吃 这样做可以让红薯的生糖指数下降 癌症的发生是由多种因素长期作用下形成的结果 想要依靠吃单一的某种食物 来起到抗癌作用 显然是行不通的 对此要持有正确的心态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